哎呀 冷死我了 饿死我了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多钟 十二点了快 然后我刚开车开到这里 这附近呢 有应该是四座到五座这种比较大的雪山啊 当然现在是气了一遍 什么也看不见啊 然后现在真的是非常饿啊 我准备先吃点东西吧 每天早上呢 我是准备在这里拍一个日出 天气 我不知道怎么样 我完全没看 因为我正好在这边看一个朋友 然后正好就过来拍一下日出吧 看吧 明天早上我也拿来看了 有事我觉得 怎么说呢 老是什么都计划好吧 我觉得少了一种诺区 你知道吗 天气啊 这些 反正明天早上看 就是看天气到底怎么样吧 先吃点东西 饿死了 哎 真是倒霉啊 这个方面都吃不上 为什么呢 你看我这个锅啊这些都带上的 包括炉头啊这些 但是居然我那个气罐没气了 点不上了 刚才试了一下 太懂了 不过好在我有 我今天上午出来的嘛 然后我烧了一瓶水啊 这个是史丹利的 我这个水服一直跟随我 六七年了吧 非常好 然后 呃 是 早上的 掺进去的热水 滚烫的吧 早上不知道现在 我估计泡方面有点悬吧 不过我现在真的是太晚了 管它的 哎 半熟也可以吃 我希望这个给力一点啊 不知道泡泡的开我 我估计选 管它的半生不熟一样吃 哇 还在冒热气 我感觉这个反正泡不开吧 但是肯定能 这么说了 这样就吃了 趁现在这个方面面在泡的时候 我把这个滤镜给它弄一下 因为是一直用这个耐丝的这个滤镜嘛 然后它这个减光镜呢 是有这个贴那个叫什么呢 就是 这个防止漏光的这个海绵条 这个是设计非常好的 然后我这个就是掉了 你看嘛 我这个海绵条啊 掉了 因为这个海绵条还是比较关键的 因为它不是说没有海绵条 就一定会出现漏光 但是它有这种几率了 如果有海绵条的话 基本几乎是百分之百 不会发生漏光现象的 所以这个就是耐斯这个设计了 我觉得这个也不叫设计 就是一个比较为销售者 消费者着想的一个 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很便宜嘛 然后你看我因为经常在野外嘛 也没什么爱护 反正就经常扔来扔去 然后就掉了 但是这个也没有关系啊 因为买了买奈斯呢 就是它都有送这个海绵条的 啊 然后你直接给它贴上去就行了 哎 我觉得我这个没有指甲啊 这个没指甲还不好办啊 抠不开 事实证明 牙齿还是好用的 哈哈哈 有时候手不行的东西 你看牙齿一咬就开了 好 然后我们给它贴上去就行了 就是 在这个 因为明天早上我要去拍日出嘛 所以就是 其实就是 不管是拍日出日落吧 反正你在拍摄之前啊 一定要把这些 准备工作做好 你知道吗 你别就是在拍的时候你说 哎 我这个什么滤镜啊 或者说什么 这样有问题 那样有问题 是吧 好你看 这个就贴好了 然后 怎么说呢 就是 明天我直接用就OK了 好 吃方便便好了 饿死了 哎 刚才我也不知道在哪儿 找了一个叉子 我发现我没带筷子 然后我在车上 这个应该是我吃那个潘兜 因为我挺喜欢吃那个潘兜的 就是 叫什么美国这边的一个熊猫餐厅 中国餐厅 连锁的 应该是吃潘兜剩下的 看一下 泡开没有 大家看 好像还可以 你看 这个 不知道泡开没有 先吃 管它了 我已经有12个小时 没吃东西了感觉 我感觉应该泡开了 我泡了十分钟 大概七八分钟吧 没有十分钟 嗯 嗯 泡开了 完全泡开了 看来我这个 史丹尼这个水瓶啊 就是这个牌子 大家看 这个牌子我也推荐给大家 当然不是打广告啊 你买要买跟我没关系啊 反正因为我一直用这个牌子 这个水壶跟了我飞上很多年了 嗯 去非洲跟我去冰岛啊 这些澳洲啊这些都去了 我靠 稍微掉进去了 哎呀好 救起来了 然后这个水瓶本身 这个牌子 我那个放火啊 我有个放火也是这个牌子 就是户外用的 主要是 那你知道其实这个我们国内啊 其实也有些品牌 还有日本有些品牌 比如说象印啊 什么老虎啊 这个Tiger 那个火牌 都不错 但是它就是那种 它不是户外用的 你知道吗 当然你拿到户外也可以用 但是像这种呢 它就专门 针对户外设计的 呃 质量啊 质量应该是差不多 就是它的外壳啊 呃 是可以有经得起一定的 这个 哎我也搞不清楚 哎不说了很说多了 感觉像打广告 嗯 哇这个荒椒野外 吃个放饭面真的太爽了 好 我现在呢 我小声一点啊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见 因为我的正前方 有非常多的野鸭子 而且这个鸭子非常漂亮啊 呃 然后还有一个大鸭子 鸭王 哈哈哈 别邪恶啊 不要邪恶 不要邪恶 鸭王 而是鸭子的这个这个 哎 算了算了 不说了 反正就是很漂亮 你看正在动这只 它是蓝色的羽毛 蓝蓝绿色的羽毛 非常非常漂亮 好我现在呢 是使用的耐斯的这个0.9软的 这个渐边滤镜啊 我的正前方呢 就是胡德山 Mountain Hood 然后 我把这个鸭子 我希望啊 它不会走 然后当做前景来拍摄 我现在打开了相机的十字取引器啊 哎 怎么这么亮 太亮了 瞎眼了吧 是吧 哇这个调到六十四啊 反正原生感动度开最低就行 然后光圈开到F11吧 OK 你看 好你看这个鸭子是不是非常 因为有这个野生动物的话 比井 纯粹的井要好非常非常多啊 大家记得啊 有野生动物一定拍野生动物 好我来调整一下构图啊 因为这个鸭子我看了一下啊 很多鸭子都没有动它在睡觉 然后我用稍微慢一点的慢门啊 不能太慢 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太慢的话 它就虚了是吧 因为鸭子虽然说在睡觉 但是肯定有一点点的微动 好这样 好你看我这个它软件变得就是 你可以调整这个 好对 好我们来拍一张啊 这个对焦开上 现在是1.3秒 来看一下啊 看起来还可以 但是像这种情况呢 就是你怎么说 就稍微慢一点 不能太慢了 好你看我这个构图呢 我放弃掉最下面 就是这只鸭子 我准备给它放弃掉 因为它抬 因为我现在使用了270 我没有使用1424 因为如果使用1424的话 这个山体啊 它会显得非常小 因为山比较远嘛 当然呢 这个山体小 你可以通过后期 稍微给它就是修复一下 就是拉高一点 但是呢 依然它 你稍微拉高一点 依然看起来是 比较小的 所以我就使用270 用24段的拍摄 那我觉得这个 可以 往这边移一点 这样 好 这样的话 鸭子看起来就在 活得山的 就是正对活得山 我们再来拍一张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 就是这个 最前面这个鸭子了 因为我使用的光圈 比较小 我把感光图 这个曝光时间三秒 还是太短了 有点虚了 所以我把感光图 提到200 我们再来一下吧 再来一下吧 好 这张照片如果按风光照片来说呢 按我的一个摄影标准 我觉得只能说 凑合能用吧 刚及格 或者说排布及格 但是呢 我还要考虑到它前景是野生动物 我觉得呢 还是可以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张照片的 因为大家知道 能有这种动物当做前景的话 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你看这个鸭子不给力啊 其实这个 其实不是鸭子不给力 你知道吗 其实鸭子已经非常配合了 但是 因为我要给大家讲解这个 就是怎么拍啊 这些 我要换了一下这个摄像机的机位啊 所以这个也是 没办法的事情 无法避免 我要讲解的话 就确实要错过很多好的时机吧 不过好在 现在火烧云已经有一点了 我赶紧去找一下其他的点啊 看能不能找到吧 反正这个也是拍野生动物 其实不可避免的 其实拍野生动物就是这样 你必须要守在这 就是时刻关注 别错过任何瞬间 好我现在又换了这个 前景一处石头啊 你看我这样构图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 这样吧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状态啊 我们来拍一张 看一下 但是你看呢 这现在啊 这个盲登户的被云挡住了 所以就不是很好 如果盲登户的录出来的话 像这张照片的话 就 这样照片的话就可以算做 刚入门的作品 就是以我的这个一个摄影标准来说的话 但是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去年还是前年 就在这拍的照片啊 就是这个这个石头 你可以看见这张照片 大家是不是发现这张照片的石头 它的形态和这个盲登户的配合的话 是非常完美非常好的 你可以看见这个石头前 呃这个石头的话 就是前景啊 就是前景啊 呃这个 呃这个就是怎么说 往湖伸缩的一个状态 和我们的这个远处啊 呃这个 就是左右的山形成一个 就是一个交叉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反正就 呃非常非常棒啊 所以我们这个找前景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虽然说都要找前景 你找石头 但是你要找到漂亮 最完美的石头 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好 大家看我现在找到了一个 呃反正还不错的吧 因为今天找到确实太匆忙了 刚才从鸭子那边过来 然后找前景的话 就没有太多时间了 而且现在实际上天空已经亮了 呃就是怎么说 已经错过了最黄金的时间了 呃大家可以看见我这几个石头 是不是看起来非常平常啊 非常这个就是怎么说 也没有什么特点吧 好 你看我打开相机的十字取引器啊 但我现在是使用的尼康141424啊 你看我打开相机的十字取引器 你会发现这个构图是还是比较好的吧 OK 你看 哎我现在实际上是已经够好图了 你看我现在用的是大概 16的广角 16的广角 然后冲击力前景 我是贴近这个石头 大家看贴近了 我离我的镜头 离这块石头最前边大概也就是 0.4米吧 0.3米 反正基本上是贴近了 你看我们靠近贴近来拍摄啊 这种就怎么说 快去拍一张 那个有个船 可惜啊就是那个 Mountain Hood没有露出来 不过这个船的话我用的是1424 看起来就比较小 当然有肯定比没有好 但是今天早上Mountain Hood一直都没有露出来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运气的话 今天早上反正我自己就不出篇了 我纯粹给大家讲解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在这里啊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一定要点赞啊 还是不容易啊 原创不易啊 别做伸手挡是吧 好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啊 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一下啊